再来第二名气体破坏 这些通风中才不够2%到10% 当然了 如果这个气候每天越来越严重 到后来会加成作为 会越来越厉害 会更加最重要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知道 简单简单的话也许还好 可是问题是 你不能等到一年到一年一年 你到二年五年四八年就没有鱼了 你要保护谁 你要吃鱼都没有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个网络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教育比赛冠军的照片 在佛罗比达州 在1957年的冠军 1980年的冠军 现在的冠军 你如果没有把过去的资料拿来比较 人都有健忘症 根本就不会记得以前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想到 网络云海这本书 他形容的那个老男 跟那条旗域的战斗的行星 那条旗域都大 但是你知道吗 旗域的体型在缩水 为什么鱼的体型会缩水 这就是佛罗比达州的现象 当这个你把鱼抓过逃了以后 那那些小鱼的鱼还没有来自己掌握 就被抓掉了 可是有些小鱼它提早成熟提早下蛋 它就赢了对不对 它的基因就可以传到下一代去 所以这些鱼同样一个品种 一个种 它的成熟年龄就越来越长 这就是体型就越来越小 以前一条鱼可以长到一公尺了 现在这个长到三四十公尺 就到此为止长不上去了 这个其实在经济上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因为一条大鱼 它的价钱远远超过 那么多条小鱼的价钱 所以如果是呢 到菜市场去买贵鱼 你大概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 飞鱼家飞鱼60个大鲜料图 分析的结果都发现 全球海洋生物的公众数的减少 就像这条红线 红线也要往下掉 为什么2048年 就是因为这条线的这个速率 你跟它的区别预估到2048年 不见得是准准那一年 前后 这个趋势是这样子 所以这篇报告出来以后 全世界各国的报纸 都拿来当仇教习母的报告 因为大家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拍礼后 没有鱼可以抓 没有鱼可以吃 对我们来讲都是 非常的震惊的事情 从那个之后 开始就有很多书开始出来了 就像我们的报告啊 总之要有科普的作家 把它转化出来 容易懂得一些文字 但大家不足念 所以这些书都实在告诉各位 海里没有鱼了 有些有翻中文 包括有没有鱼的海洋 有鱼海的未来 这个无线的镜头没有门翻 你看看 但是这本书这边这一块 讲的就告诉各位 也许你都没梳理到 五六十年前 我们其实很少养殖鱼 我们吃的每条鱼都是野生的 可是到今天 其实都在鱼岛去 面面那个鱼岛 它卖身赤墨海鲜 献地献老人 对不对 可是你大概没梳理到一百以上 其实都是养殖的鱼 事实上连同国的统计处 就告诉我们 全世界现在的鱼货 大概养殖跟野生 一定都沾一半 再这样下去 大概最多想吃鱼也吃到鱼 只有养殖的鱼 吃不到野生的鱼类 好 所以在很多先级国家 他们知道这个危机 所以很早就开始教育了 只是在二十年前 二十四年前 二十五年前 在2015年 对不对 这个美国的报纸上 有一个卡通 它就在画什么呢 这个嘉宾主书在餐厅说 我想点鱼 这些可怜的东西 如果还有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开 我看到这个漫画 我也觉得很好笑 鱼怎么会没有呢 对不对 那个时候鱼还很多 也没有人长到鱼 吃鱼要枯竭 所以那时候 我又把国难法捡回 捡的留在那地方 到现在今天来看起来 是 真的是有这个问题 好 这张图啊 就是告诉各位啊 我们现在抓鱼 过渡古牢 就发生在过去 这六十年之内 是吧 你看这个红色的是鱼场 左下角的是年代 你看到谁的年代 结果发生在过去六十年 因为这个船越接越大 越跑越远 鱼抓越来越多 全世界的海洋 没有一个地方是与安全的架 但死亡要入到这个下面 还是白的 为什么呢 这个我再看一遍 好不好 是南喜洲的父亲 来看一遍 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也没有传议 只有一些先进大国 有这种船有能力去装 对不对 其他都没有办法 但是台湾也没有这个能力啊 但是台湾要负一些间接的责任 这个我再来跟大家报告 好 我们再讲台湾的意思 这个鲍鱼虽然这个片子的主角 其实讲鲍鱼 但是讲翻脸 它鲍鱼其实是 正监 它监鱼其实是鲍鱼的家族的 一种最小的 就是一两岁就大了 所以它就回复力比较快 资源要把它抓过头就比较难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黑尾 大家知道最贵的 这个 呃 我们想要把它列入塞起死 并没有种 还在努力中 但是我们通常的黑尾机每年半 从八十几年 亿万多条 一直掉到一些只剩一半条 这条线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谁敢跳起来说 不要搬黑尾机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政治人物都会去剪裁 你不要看今年跟去年 去年跟前年 好像稍微多抓了一点 你这多抓点 不是因为它指缘回来 而是因为发生了广大西 我们的鱼民被鲍鱼 被鲍鱼船射伤 发生了钓鱼台事件 政府力去谈判鱼权 那鱼民可以安心的跑到这边去抓 所以你才多抓了这几百条 其实并不是因为指缘 你真正回来 但是问题是你把 你再这样子并逼抓 其实难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 NATIO上的报告警告我们 不要讲低通牌的 所以有关系 因为我们太平坦的 所以随时叫红盘 因为我们现在抓到的 泰鱼的尾 就是还不到一岁的小鱼 你没有机会让它长大 实在是一个次元的浪费 各种方法就可能就是得公开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太喜欢吃寿司的 你寿司是不能吃的 但是用门鱼的鱼肉是什么种类 这些都一定要吃吧 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现在的资源 目前的问题 可能大家对鲁鱼不是太清楚 只是告诉各位 鲁鱼其实是属于青科的鱼 这个科很大 下面一共包括了四个大家族 鲁鱼是最小的 是那个 是什么 鲁鱼 鲁鱼呢 鲁鱼那些鲁鱼什么都是 对不对 那些鲁鱼 这个在 刚好是鲁鱼的故乡 对不对 那这个小鱼啊 这是十五网的下层鱼啊 因为它长过一岁 所以它就听到 差不多二十块鱼 正好一个产品的大小 那么 鲁鱼就是土坨 对不对 就是比较扁 比较长的 对不对 那 它 鲁鱼 是今天 在那边 鲁干掉的主要种类 我们 今天影片上看到是 这边有几条线的 鲁鱼 这个叫镇鲸 我们台湾也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 分布非常广泛 大洋性的鱼类 包括到沿岸都有了 鲁鱼是我们最贵的鱼啊 最大的鱼呢 是 就 这个 是属于鲁鱼 好 所以这个鲁鱼啊 跟鲁鱼有什么不一样 它两个背起 中间鱼都还蛮开的 当然你要去分这个四个种 你就必须要照我上面写的这些特征 最近我们在帮约署 再编一本七百多种 一类的一个图件 因为现在对于鱼货铁鱼 第一年报开始整个名乌要开始改 因为以前这个百多 实在对于资源管理也不够用 因为至于你如果总不写对的 或者把很多种并来一起写 那么你怎么去做预约管理 它到底资源量多还是少的 到底是哪一种造成的 搞不清楚 所以它最近还没有再改 把它改成三百多种 后来我们就帮它一起 最近再出一个七百多种的 这个鱼的图件 anyway 我们就会把这个很多特征 大概就会标在这里 还有一种监控好顿 这边就是黑点 这四种是我们台湾产康的 成为建造的 那这个鱼一共有这个五种 这个我想就不讲了 黑鱼 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 它会最容易决种 因为它是鱼 鱼的五种里面提醒最大的鱼 最贵的鱼 最好吃的鱼 甚至说年龄最晚的鱼 反正只要有这种特征 它就最先被抓动了 这个是定 好像是一个定理一样 没有办法 好 片子里面 到时候各位 他这个